昨天一条大山刀,今天一条大山刀 这一条要比昨天那一条大,开始与大山刀结缘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拿导标哥 早上的八点半 准备出外海去捕鱼,现在太阳很大 感觉今天会特别的晒,而且好像是没有什么风 应该会比较日 准备出外海去捕鱼了 把发动机启动了,就出发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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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被他吃到了 吃到这个就去医院打点滴了 因为这个网放下去大概也就两个多小时 所以我应该补很多 网也就是放在小波皮比较多的地方 夏天的补鱼方式会比冬天的时候多拉一次网 然后这个网拉完之后会重新放下去 然后就等到网散的时候 最后面才拉这个重新放下去的网 也好在这个网有一些小波皮 要不然也是比较难的 不过白天放完也就是补一些小波皮 平均这样子一条小波皮能值个十几块钱了 大一些就要贵一些 昨天一条大山刀今天一条大山刀 这一条要比昨天那一条大 开始与大山刀结缘了 昨天那条山刀已经是卖了300块钱了 所以到今天这条要比昨天那条大一些 应该能卖个三四百块钱这一条 如果这网等网上再拉这条山刀就挂掉了 挂掉的山刀就不值什么钱了 已经只剩下几十块钱不到一百块钱了 所以如果等到网上拉完就真的得不偿失了 有网友问为什么要给小波皮放弃啊 这个以前的视频是回答过的 那我就再说一遍吧 因为小波皮一上来就肚子会脏气 因为脏气时候放到活汤里面 它都会浮起来 所以也是活不久 只能把它的气压放掉让它沉下去 才能养活之回去卖 活之的小波皮比较好卖啊 这一个是小鸡鸡蟹啊 躲在罗壳里面 活之的小波皮价格是挂掉的一倍以上 因为这种原生剥皮也是主要销往潮上地区 所以在潮上地区这种活剥皮价格比较贵 现在已经可以卖到四十几块钱到五十块钱之间了 修鱼前的时候已经已经是卖到接近是七十块钱了 一开还补鱼这个价格已经是跌了不少啊 而且这种剥皮跟你们想象那种浩尔鱼形状是不一样的 你们那种浩尔鱼是长生的 这种原生剥皮价格会比长生的好卖一些 所以也不用纠结你们那边说 你们那边的浩尔鱼价格有多平易 而我们这边的剥皮为什么价格这么贵 很明显的品质不同啊 只能说是同属剥皮而已啊 到现在也已经上了二十来条的这个小剥皮了吧 已经是开海了好几天了 这样的数量其实还算是可以了 肯定也没有刚开海捕鱼的时候数量多啊 但是这个网子分两个多小时 已经有这么多剥皮了还算可以的 而且还捕到了一条大三刀啊 这个网至少能折个好几百块钱 接近一千块钱的应该有的 而且剥皮也是两三条两三条的来 到时没想到柠檬鱼还来了一条啊 看来网餐是有着落了 网餐可以煮一下柠檬鱼什么的 而这种小剥皮一条就要十几块钱 是真的不死得吃啊 三个人至少要吃六七条呢 好像网也快拉完了啊 上的这些小波比还是挺多的 这个网拉完之后要重新把这个网给放下去 好了这样子网也就拉完了 同样的也要给这些小剥皮放下去压 然后继续找个好位置 把这个网给放下去 等到晚上最后面才去拉这个网 也希望余货多多吧 第一个网拉完了啊 这一个网因为是白天拉的网 所以收货并不好啊 也就不到了有三四十条这个剥皮鱼吧 小剥皮鱼 但是好在有一条大三刀啊 当然三刀都比较值钱了 那时候看起来应该有一斤出头啊 然后现在准备是把拉上了这个网放下去 然后网上再拉 好了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啊 网上拉网的视频下期要分享给大家看 也谢谢大家的观看啊 我是拿打标哥 喜欢我的视频的 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 谢谢大家